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图布视频 从今往后 我就是你身边的IT讲师 学编程其实是一件很苦的事 我的目标是 够全 够心 够精 听高老师 信说PHP 大家好 我是兄连的讲师高洛峰 大家好 我是妹子 妹子 前面咱们做这个例子 基本功能理程差不多了 对不对 但是我们要想细化 还有很多工作量要做 比如说我们在这块 对于这个列表 我们分页是不是还没做 对不对 但是这几个数据做分页又太少了 是吧 我们需要怎么做 数据库里边多插入一些数据 做成分页 那我们看一下 insert into 就复制数据吧 然后是insert into 插入代表book 然后分别插入 book name 然后出版社 然后作者 还有价钱 还有上传时间 还有图片 还有图片 还有描述对吧 然后sercd slide book name 然后publishbr 还有 uthor 作者 还有价钱 还有ptime 对吧 还有pic 还有detir from 从books 这里面对不对 复制几条 你可以多复制一些 对不对 现在是300多少数据 对吧 是不是这样的一个列表 我们现在有这么多数据了 我们就可以干嘛 就可以做分页了 对不对 我们看一下分页 我们需要在这个里边 book 列表这块 分页 我们是在下边添加的一个 在这个位置添加的一个分页 对不对 我们首先要创建分页对象 这里边要想使用分页的话 我们先干嘛 include 是包含上一集目标下的 class A字下边有个 page.class.prp 包含分页类 对不对 包含之后 我们需要创建分页对象 在获取数据的这个地方 获取数据之前 我们创建一个 这块 创建分页对象 doll page等于 new page 这块我们加上 总数第一个 总数第一个对不对 对 总数我们说怎么过去 过去 过去总数 是不是有几条语字 对 过去 总记录数 总记录数 我们可以通过写一条四个语字 这块 等于 select sgrt select count 星 对吧 起个别名 咱们叫做totl 对吧 from 从books 这里边 但是我们得先执行它 myseeker 下方性 qeiy 执行 dollf seeker 执行完之后 我们还可以调送结果集里边 获取数据 对吧 date 然后 使用myseeker 下方性 fetc 下方性 ns oc 传上 is 结果集 获取数据 总数 就是date里边的 什么 totl 是不是 这是总数 每页显示多少条 还记得 刚前边写过 配偶件里写过 就是在 这个里边 这样用户只需要改变配置文件 页面显示多少条 页面就可以显示多少条 是不是num 然后没有在函数里边使用 我们需要globo吗 不需要 所以num 如果在函数里边使用 就使用globo 所以说一般的 我建议的 在配置文件里边 声明配置选项 使用诚料 使用诚料好处 在什么地方 就是你在任何地方都跟globo 方便一些 好 我们就加上这两部分 可以吧 然后我们需要在 后边加上什么 配置里边有个竖型 叫做vini 这样的话 我们就能限制页面数量了 然后我们需要显示分页的话 只需要在这块 $4 配置里边有个f配置 是不是就可以了 如果觉得格式不满意的话 我们是不是可以改变格式 你看15条数据 是不是全在这 那我们试一下好不好使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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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转到 30页 它会转到哪 是不是最后一页 对吧 有了分页了 那我们有一些地方 也得处理一下 什么地方 比如说 我现在得删除 430条记录 我把它删除掉 它回到哪去了 是不是回到第一页了 默认这一页了 那假如我再第几页删除 是不是最好 应该回到第几页了 这个比较好 那我们需要干嘛 删除按钮 我们需要加一个处理 什么呢 把当情页面给它存过去 这样的话 我还能让它回到当情页面来 对吧 那怎么存呢 看一下 删除按钮这块 我们需要点 再加个按钮 把配置等于 那又说了 当情页面是多少啊 还记得 到了配置里边 有一个什么属性啊 有一个叫做 配置的属性 就是当情页面 那我们再试一下 看可不可以呢 比如说 我现在 转到 墨页 对吧 现在你看我删除按钮的时候 看下面的 地址栏 状态栏上面 是不是有了一个配置 等于22啊 那我删除 是不是又回到了配置22 要保持这页面不变 不然回到一面 我还得翻过来 比如说你看到18页了 对不对 我删除的时候 是不是还得再18页 看得比较好 对不对 所以把当情页面 这个存过来 就可以了 对不对 那同样 在这儿存过来了 我在点删除表单的时候 不表单的时候 我这话是不是也得加一个配置等于什么呢 这话 达罗普配置里边有一个配置 这样的话我就能确保 比如图书列转到第六页 好 现在是在第六页对不对 我选中几个 删除掉 点击一下删除 看一下删除那么多 现在是排在第六页对吧 那这样的话就更好一些了 所以在开发的时候 所有的细节都要考虑到 就算你不考虑到 在测试的时候 用户也会提出来 像这样的话要求对不对 所以问题考虑的越全 你成为做的越好 但是问题考虑的越全 你需要开发的时候 注意的东西越多 开发时间也就越长 听懂吗 所以这些都是需要注意的 那对于这样的话 我们是不是最好做一个 有这样的 我们是不是最好做一个搜索 就更好一些了 对吧 图书列表 数据太多的话 要分几部分 一是要 最好是要有检索 检索是什么呢 是按分类去找 就是我不知道找什么图书 对不对 那我可以有个检索去找 比如说找IT类的书 IT类下边的P2P的书 对不对 这样的话 然后看到多本书 再选择一本 然后去购买也好 或者去处理也好 对不对 如果知道书名的话 你要按分类去找的话 时间是不是很长了 对 如果都知道书名的话 最好做搜索 对吧 搜索是比较方便的 那我们这里边已经提供了 一个搜索图书的一个按钮 对不对 但是在这块加搜索 搜索完过来 然后又不合适 再回到搜索页面 再回来 是麻烦的 所以一般的搜索页面 都和什么页面 是一致的 搜索页面 对 搜索页面 都跟我们的列表页面 是在一起的 所以我们可以在上边 再加一个表单 在哪个上面呢 这个上面是图书的表单 对不对 图书列表 那我在图书列表的上面 再加一个表单 对不对 搜索 这块 输出一下 搜索搜索 搜索图书 按什么搜索呢 我们可以做一个表单 放 输出 斜盖 放 就在当题一面写了 对不对 嗯 然后呢 这块我们再写上 input typ 类型 等于 test 给个尺寸 限制小点 等于8 比如说 解个name 按图书名字搜索 bookname 对吧 书名 搜索图书 按书名 对吧 搜索是一个 然后除了按书名的话 我们还可以按什么 按坐着 按坐着搜索 对吧 那尺寸也是吧 坐着是 哎呦 铁超啊 除了按这些搜索呢 我们还可以按价格搜索 但是你想按什么搜索都可以 对吧 这话是按价格 对吧 搜索 按价格搜索的话 我们这话需要两个表单 最大于多少 小于多少 是一个范围的单 input 类型等于 tst 还是size等于8 那么我们这会起个名字 叫做最大价格 就是最小价格 minprpric 最小价格是多少 对吧 然后我们在这话再写一个范围 多少到多少 这话我们再来 name等于最大价格 mx对吧 然后后边我们再加一个搜索按钮 input类型等于tst 是submit对不对 搜索按钮 然后名字咱们就叫做搜索s-e-r-s-u-b-m-i-t 叫这个名称 然后微留值等于搜索 出来 好 我们看一下表单 什么出现 图书列表 这话有了按什么搜索 对不对 然后下边是不是写上图书列表 对 我这话 可以是按书名 比如说戏说pt 对不对 作者谁谁谁 这几个可以不输入的 为空的 就是他不输入条件 对不对 如果他搜索的话 就可以把条件放在这 对吧 就可以带上 所以我们这话 加这个就可以了 我们后边每个都加一个 都加几个空格 好看一些 对不对 图书列表 按书名按作者按键 一点搜索 下边这话 最好是我们是搜索的信息 放在下边之后 我们再加一个搜索信息 对不对 然后也交给本页面 我们这话写上了吗 action等于本页面是list.peerp 对吧 然后方法也是用什么 post 是不是就行了 假如说我能搜索出来之后 是不是搜索的数据是一页 对不对 搜索数据是一页之后 我们下一页的时候 是不是还得是这个页面的条件 对 对不对 所以下一页面咱们还要处理 但是时间关系 咱们就不在这节课介绍 多搜索加分页了 咱们将多搜索加分页 咱们放到下一节课 好吧 好 谢谢大家 下一节课请大家介绍 多搜索加分页 好 再见 初学者 扫描二维码 或者搜索高乐峰兄弟联 出来一个高大威武 有内涵的帅哥 就是我了 点击关注 我就会天天骚扰你